這個週中有一場大戰 熱刺主場對曼聯是英超的比賽 深夜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看 不過始終都是一場很重要的賽事 熱刺是希望上回前四 而曼聯其實怎樣都要緊守崗位 希望不要讓曼城再大開 手循環的時候 兩隊的對碰就是曼聯主場 那場賽事我都在網序和大家一起看 大家都見到就是摩連奴用三中堅 成功引到熱刺進入主攻陷阱 曼聯就憑藉著一個反擊馬斯亞得手 小勝一顆就贏了熱刺 之後雲家就有養學養 繼續用三中堅引回熱刺進入主攻陷阱 這班年輕人又真是去主攻 所以連阿仙奴都搞定了熱刺 而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這班熱刺的年輕人好像完全沒有吸收過教訓 對著曼城都走去主攻 同樣是這樣輸的 所以來到今天都很難說服我熱刺這一班年輕人 是能夠吸收到教訓 不會進入主攻陷阱的 他們繼續錯落的機會是大的 理論上今場的賽事 這個普設天爐一定要用三中堅 減少前面的進攻點 希望藉此迫到那班年輕人不會經常走去攻 熱刺的大軍來看 這個艾力臣是病了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好 所以上一場的竹種杯比賽裡面 是連大名單都沒有 而後備的裡面 即是上一場竹種杯對紐波特棍的那場球 不過了 迪利艾利和敏大人都是落了後備的 很明顯就是流力對曼聯 所以來到對曼聯前面的三個進攻點 相信就會是他們 敏大人 迪利艾利和迈克利簡尼 不過如果這樣看 迪利艾利就相信是會成為今場賽事的 就是超級連結人反擊AMC 那可能就會因為他 而令到熱刺進入主攻陷阱 因為只要迪利艾利 show cally 扭一下球 拿著球 看著看著看著 他只要拖慢一至兩秒 就可以令到反擊沒有了 中短期進攻做不到 接著就會隨即進入主攻陷阱 其實熱刺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他而衰的 更加就不知道 今場的賽事迪利艾利會不會發瘋 是整傷對方的王牌球員 講到曼聯的王牌球員 大家都會想起山齊士這個新加盟的球員 接下來的這一場對熱刺 將會是他在聯賽上的地標戰 也有理由相信 他也是今場賽事曼聯的超級連結人 主攻AMC做主角 級數上面兩個超級連結人的比較 山齊士一定高過迪利艾利 曼聯由山齊士做主角之後 反擊力一定會比手循環 對著熱刺那時候更加強 而且山齊士還在阿仙奴的時候 對著熱刺都搞到熱刺班後衛一動都沒有 所以我也挺肯定 他今場的賽事將會成為最關鍵的人物 決定勝負的人物 根據曼聯在足總盃的輪換情況 我相信今場賽事對著熱刺正選陣容方面 就是盧卡古搭著馬斯亞 馬斯亞上場賽事對熱刺入球 可能摩連盧會繼續信賴 當然後面的就有山齊士了 這個盧卡古搭著馬斯亞 前面有假狗能力 有反擊能力 有速度 有把握力 兩個鐵三角的對碰來看 曼聯都應該實力是好一點的 所以在高速來回球的過程當中 曼聯是會被看高一線的 何況熱刺還很有機會會進入主攻陷阱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三中堅陣式的話 曼聯都會有六成機會 和波是三成而熱刺 只剩下一成機會 看看運氣 雖然根本沒有什麼理由 會令我相信兩隊是不會和三中堅 不過我都照說 若果其他陣式對碰出來的情況會是怎樣 熱刺他們用四個後衛的機會 是大一點 因為艾特韋列達還是傷 而且近期他們都是幾慣常 用四個後衛的陣式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很可能會踢一個433的陣式 多了中場中的球員 進入主攻陷阱的機會 始終都是更加高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熱刺四個後衛 曼聯三中堅 曼聯贏到七成 熱刺只剩下一成機會 如果曼聯四個後衛 熱刺三中堅又會怎樣 那就要看曼聯有多少個進攻點 如果有四個 那就麻煩了 因為反過來曼聯主攻 曼聯就沒有主攻力 老鼠拉貴 曼聯就剩下兩成機會 熱刺就贏了六成 熱刺可以打反擊 如果就是曼聯四三三 即不是主攻 都想打反擊 我都相信摩連盧 是不會給球隊進入主攻陷阱的 應該可以打回高速球 但始終熱刺三中堅都會好一點 可以縮後一點 曼聯始終可能控球都是多不多 多一點 所以去到最後 如果這樣的話 打和的機會就會非常之高 好了 再講下去 如果大家都是四個後衛 又會怎樣 這樣呢 又會變回熱刺下風 因為當大家的戰術差不多的時候 熱刺又會大些機會進入主攻陷阱的了 又會回去 大家都是三中堅的時候的那個機率 曼聯贏六成 熱刺只剩一成 除非就是曼聯在四個後衛的陣式裏面 有四個進攻點 又會反過來 曼聯主攻呢 曼聯就剩兩成機會贏了 所以大家聽了那麼久 肯定就會知道 這場賽事的重點 就是不要主攻 但是如果兩隊都是主攻呢 針對攻又會怎樣呢 雖然的可能性根本是零 但是呢 我也可以講一下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整場賽事根本是看運氣的 因為兩隊都沒有主攻力 兩隊都是主攻 那就看一下運氣 看看大家哪一隊運氣好些 或者哪一隊的後防線是先出事 先領先那一隊 那就可以贏了 好了 希望這場賽事是緊張刺激的 大家看看最終會不會都是在我預測之內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就share給朋友聽一下 如果想鼓勵小弟 也可以看我的影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插了廣告 進去那條影片的前面中間 或者後面都好 你播完廣告就可以了 好 下一條影片講AC米蘭 拜拜